最近有很多小伙伴咨询我们说 热成像仪的中间屏幕的热成像是如何设置到全屏的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它在中间大概占了一个75%的一个占屏比 接下来我将把它设置成全屏的热成像模式 请大家跟从我们镜头一起来学习一下 咱们先给热像仪开机 开机之后选择下面这个按键F2 选择图像 点击确定 第二个红外融合点击确定 它有一个设置的一个比例 我们现在按它的左右方向键设置一下 可以看到它现在出现了一个百分百红外 然后点击完成 现在设置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热成像里面的同事是什么样子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